好 各位大家好 又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有些事件 我叫郑恶华老公 通常是哪个老婆 这些是性别歧视 所以郑恶华老公潘乐图先生被人告 安乐工程公司被政府告 告的是什么罪呢 好像大案肯定是第一宗了 香港其实那条法立了五六年了 五六年左右 我写了一本书的 就是《香港竞争法》 这个竞争法是针对什么呢 是一些财团 你有权势 你又没有利用你的财势去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的法律的行为 竞争的行为 它有一个守则 叫做第一行为 使得第二行为的守则 如果你触犯这些东西 就触犯这个竞争法了 它可以入民事 可以刑事的 当然刑事就是你不服从它的财决 然后毁坏它的酒 掉走财产才有刑事 否则就是钱的问题 主要是罚款 还有一个制度 这条法例之下 设立了一个竞争事务委员会 这个当然不是委员会这么简单 其实是一个机构 就好像证监会 好像是银监所 金融管理局 它执行银行条例 还有有查案权的 它有一个专门的法庭 叫做竞争事务委 竞争審裁处 一个是審裁处斩 但是你不要当是裁判宣署那个 裁编劳那个同一样东西 这个是很大权的 这个审裁处的官是高等法院法官的级别来的 就是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就是死刑都可以判的 你知道 几多十亿的财产都可以判的 即是没有限的了 法律里面给他的权力 他都做得审判的 这个就是香港高等法院法官 它是最高级别 就是负责审案的法官 它做这个审裁处的审裁官 现在这个程序都是要问过这个审裁处的 即是他认为合当 是根据法律办的 什么程序呢 就是罚他款 这个你以为是结论才实款 其实不是的 是过程就应该可以罚款的 根据这个法例 不公平共争法 香港的不公平竞争条例 我写过一本书的 同一个经济学家 那我就比较清楚整个制度 所以大家也搞清楚一些基本的东西 因为新闻里面都是大家可能搞错 以为罚他几十亿几百亿交易 那他当然是破坏竞争 他的罪名呢 看看先 合谋定价 就是和其他的 简单来说 他和其他的工程公司大家谈定了 这次我帮你扔高价 等你去投了他 下次你帮我扔 等我投 但是是假的 大家各自扔高价 扔高价就是让政府多给钱 你知道那些钱是多重要的 我来说这些其实和贪污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警察来贪污拿你几万元 一个普通的小贩你拿了几万元 他就追你 追杀你 到处投诉你了 但是这些你拿大机构的钱 拿政府的钱可能是亿亿计 是无色无色的赚了 拿了去的 所以这些委员会就是针对这些东西 就是会针对这些行为 这些就是破坏自由竞争了 因为大家夹定了 但是变成了大家都不用投票 大家就分了一些利润 而且可以扔高价 这些当然是非常高档的大问题的竞争 就是犯法行为 应该追究到底 根据现在发生的事 其实他是说他是合作的 和这个警委会那个调查合作的 所以才给他用罚款 中期罚款代替 这个罚款有个标准的 就是他每年的turnover 就是成交贸易额 turnover的十分一 不多于 应该少于 所以他现在可能是二三十亿一年的营业额 这家公司很大 二三十亿港币 他抽了他 现在就要罚他1.5亿而已 我当他20亿 差不多 低于10% 所以这个是合适的做法 另一件事他承诺是协助的 协助调查 继续查下去的 查清楚的 可能到时的罚款是更大的 现在还未到的 所以有些评论觉得 那就算了 其实是错的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的法例而已 还有的法例也说可以有director disqualification order 即是董事的廢除董事令 就是不准做他的公司董事了 他这个情况是没有需要的 因为他一人很多董事的公司 他自己就是了 而且他是要那些董事协助调查的 所以也不需要用这个 即是不等于他不用 不针对那公司 我清楚就是他还在查的 很清楚 新闻也是这么说的 而因为他在查就跟他合作 但明天一定告他呢 未必 因为将来还有一个 其实这个也算是的 现在在做这个 罚款这个也算是 大家可以有一个叫Dennis agreement 宽怠协议 结果是不告他任何事 但是呢 这个协议就可能要他赔很多钱给政府 政府就交换不告他 为什么是这样呢 避免刑事民事都不用了 但是你给钱就行了 给钱 那你说好像很没有法治 不是很有法治 因为呢 可可乐都是这样 在英国就是根据这些 和欧盟签了这个 宽怠协议 大家就 不止他是微软那些 甚至乎标基 即是苹果啊这些 就是这些其实是有壟断性的行业 全部都被英国的政委追究 说他去壟断 提出起诉 结果大家最终都是不用去法庭的 而是给钱了事的 那这个就是相信的运作来的 好了 讲完这堆这样的技术的东西 希望大家不会太满 但是值得支持一下这些东西的 即是你不要当是一件刑事案 一定要去法庭告他 坐几年监 可以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赔很多钱 而你要 即是 就是对社会是干手整脚的 也都最符合利益 不用打以几百万计的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结果 可能他脱了又不好 他走了又不好 他入罪了 破了走产了 又未必好 总之你不应该得的钱 你就给回公家罚款 然后就了结了 以后不要做了 这样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也是一个司法制度 英国 美国 欧盟 都是有这些司法制度 新加坡都有了 有了竞争法就有这个制度 大家是大同小异的 香港是迟到2016、2017年 才正式成立这些东西 现在也只是过了几年 这一宗 我记忆中就是第一宗大案 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着我和我的partner 就upgrade那本书 加了这件案进去 最好是将了一本台仰做了封面 我们又可以再赚多一本新版的书 那就赚点钱了 这样 讲完这个 不是讲完 我也要讲一个政治的观察 就是讲完法律的问题 香港那么多人犯法 本来我们认为潘洛涛是没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婆是律政司 是不是 潘洛涛是郑菊老公 我们知道这件事呢 查了几年一定 一早就已经查了 它应该是早早被针对的 在警委会针对的案例 但是拆住那件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是在做律政司 大家如果没有记错呢 这个消息一出 大约是七月左右的 就立刻就已经拘捕人 逮捕 要去协助调查 这样 是很早的 我已经留意过的 这件事 就是立刻做事了 大家要留意这么多的去任官员 可能最不高兴呢 因为他说是三思 为什么好像那些交接 甚至七月以后那些政樱不见 就是说出现的 那就生得很厉害了 我想他生得很厉害了 那他卖命 帮共产党卖命 不是很多人像他那样卖命 什么都 什么原则都没有了 我们看到了 什么坏事都做尽 什么法例改革 就是胡乱去检控 那些事情他拿拳的时候都做完了 结果共产党是不给面 他老公有事立刻告他 那可能他不太幸运了 如果胡温还是 或者今次团派赢了 胡了李克强上去 那他很顾虑这些利益阶级之间的互相保护 但是现在习近平就六亲不认了 很明显六亲不认 所以你帮他做事 当然他应该不是他特别选的 可能夏宝龙那些选择的时候选了这个人 他肯把他拖在一起 但是我们记得 曾经在中间想不做 到英国跌倒了想留下不回来 结果好像是劫了他去北京 教训他一段时间之后 那可能不单止是他 他老公都 你老公可能更大一件事 结果他回来就一直做了几年 很多坏事都做了 那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其实没有的 就是习近平的作风和前任 是有天南地北的分别 就是以前香港的亲共的人士 全部习惯 deal with 那些叫做江派或者团派 现在就已经不是那样东西了 我们说习近平好像毛主席那样的 较为理想主义的对社会主义的那些基本的原则 同时呢 他在那个报告那裡 二十大报告 还有他当选之后那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七个人出来见那招的记者招待会 他都强调了某些东西 再做一些他出了那个守则 那个党员的守则 报告前那个守则 都强调了一些东西 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再三强调 那当然了 他的意思就是有些不端正的风气 这一类都要从严处理了 那他反贪 过来这么多人被抓了 当然看你是否自己人 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 郑奥华不是自己人呢 似乎是 那其实我就会看全部都不是自己人 香港的蓝丝 香港的土共 亲北京那些 一直是胡假虎威 扮代表那样 其实真真正正是属于习派的 可能是没有几个 可能现在我看到盧文端是 田飞龙那些 那些都不在现在的建制里面 包括谭月聪那些可能 官方是最高身份 梁振英那些 政业副主席那些都不是 入不到权力核心 那就是以后呢 习近平对香港这帮人呢 可能就是六亲不认 从严处理 那你看到特首也是 和商界没有特别的利益 因为他差人出身 那以后呢 独裁还独裁 专政还专政 但是可能 不单止对民主派是专政 对这帮忠诚废物 这帮食住共产党 利益上得了很多东西的人 那我对你的忠告就是 你走得就走 如果不走 我不是想忠告他们 不过客观地说 走就未必走得掉 但是以前拿的好处呢 就是你翻清清单 可能就要还了 就是出得行 迟早要还 你亲得共产党 拿了好处 他的角度 人民的好处 就不可以给回 那你看到马云好 马化腾好 其他很多 里面多少富豪呢 都要给回国家了 香港的地产商 除了李嘉诚之外 在香港的利益 不准随便 cash 他拿去外国 我相信他已经有一套 应对方法 而这帮小角色呢 小角色背后 可能有大利益的嘛 就好像这个郑若华老公 郑若华的利益 原来他做律政司 你试想这么多亿 他多少钱而已 几十万粮而已 他做律师之前赚不少 多个 就算不是啊 他帮我老公做这些法律的东西 是 那档生意几十亿几百亿一年 他 照计利益很大 就是因为利益大才叫他做 是吧 律政司 他肯做也不是因为那份量 律政司那份量 比李嘉诚很大了 几百万一年 是吧 很大份钱 看他来说是湿湿碎的 他老公来说特别是湿湿碎的 为什么叫他这么辛苦做呢 打领为什么你这么辛苦呢 又被人欺負又成了 又要做了醜事 醜事呢 因为希望你 有人在朝就好办事 所以辛苦一些 进去做顶级的人物 照着 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我们知道 佛祖也说了 因果报应 佛祖也说了 因果报应循环不爽 是不是 现在我们看到 不是我们民主派的人 有什么报应 我们可能是过一个艰难的时期 但是这班 红色大肥猫小肥猫 开始有正式的报应 来得相当猛烈 一来就 那就是因为换了个总书记 以为换了个总书记 更方便他们 这个搞错了 以后我想他们就 行行企企 省省定定做人了 好 这个话题讲到今天 多谢大家收听了 我看看下次再找一个好的题目 跟大家讨论交流 多谢大家